面对近来解放军机频频扰台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天已经说了 他已经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过了台湾议题 双方同意要遵守台湾协议 只不过拜登他并没有详细说明 他所谓台湾协议到底是什么 对此路透社则是报道说 拜登似乎指的就是一中政策 还有台湾关系法 另外来看到和投资人息息相关的 美国股市开盘终于是回神了 美国的大型科技股止跌回升 美股四大指数包含了道琼 标普500还有NASDAQ 在开盘之后全部反弹都超过了0.4% 费半一度上扬了0.8% 盘中涨幅扩大 道琼弹升了450点 标普500上涨了1.4% 科技类股的表现更为强势了 NASDAQ盘中反弹将近了1.6% 费半更是上涨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而台积电联电ADR在早盘的时候 同步反弹了1%还有2% 盘中持续维持反弹走势 台积电上涨了一个百分点 联电上涨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美国的科技类股从大幅修正当中回神 网飞中场大涨了5.2% 另外呢还有苹果还有Alphabet 收盘的时候各涨了1.4% 还有1.77% 至于脸书的部分在经过了大档机重挫 5%之后也反弹 收盘的时候上涨了超过2% 道琼几乎收复了4天的全部跌幅 美国油价的部分突破了每桶79元 能源类股则是再度的上涨 和经济复苏其他相关的类股 包含了邮轮航空零售还有银行业 也都这一回和大盘一起上涨 至于在8号即将公布的就业报告 备受投资市场的关注 美国的墨沙东药厂日前已经宣布了 他们所研发的新冠口服药物 莫纳皮拉维 能够让轻重症患者住院 还有死亡的风险减少一半 因此可上利拼疫苗接种率的 亚洲多个国家已经看到了曙光 现在纷纷洽谈采购 而泰国呢 泰国当局他们已经证实了 正在和药厂洽谈购买20万份 同时预估最快今年12月份 就可以送到泰国去 疫情当前抢疫苗抢药动作都得快 泰国这一回拔的头筹 当局正与莫沙东洽谈购买 20万份的新冠口服药物 莫纳皮拉维 并预计最快今年12月 就可以运送抵达泰国 亚洲许多国家受到了 新冠疫苗供应量吃紧的影响 接种计划大幅落后西方国家 因此正争先恐后的锁定 这一项有潜力疗效的口服药 香港医馆局也早在7月底 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款药物 专家表示这一款药不但比较便宜 对变种病毒有效 副作用主要为头痛 肌肉痛及腹泻等 同时可能对根脏心脏等重要器官 有潜在的毒性 致癌性也是值得关注的风险 尽管口服药可以让轻中症的新冠患者 住院或死亡风险减少一半 但是白宫防疫大将佛奇强调 口服制了药无法取代疫苗 控制疫情的关键 还是在普遍的接种疫苗 目前美国授权的所有其他新冠治疗方法 都需要透过静脉注射和打针 相较之下在家可以直接服用药丸 可缓解医院的压力 也将是寄疫苗之后 全球抗疫大战中的另一项 简易型武器 记者不加显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